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是之前呃呃观众那边推荐的桂冠我不知道是品牌的还是系列什么的这个真的不太清楚因为呃还没有去好好研究过但是这一根他说的是一根极细的笔就是说是给以前那些就做财务的金融的人去用的啊是叫桂冠的那个879boy879bab的bboyb for boy是这样子然后整个我找一只其实我我认为比较好看的因为我是蓝色控 呃然后是这样子整根的话有一个这样子小球当然他不是圆的不像白蓝的控制这么好啊然后其他的可能应该我觉得以前一开始出的时候应该是亮面的因为这个有点暗压了但是呃也不是当年的风采也是挺好看的呃还是拿一个那个白粒金的来比吧因为这个蓝色是暂时我看的最漂亮的了呃对可能是时间久了 但是其实你说蓝色我更喜欢他这种蓝色但是效果他这个效果真的做的最好啊这这真的是不骗你们呃然后再下来的话是嗯但白粒金的那个真的你要买几只然后慢慢选了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根据我见他们很多人都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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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搞的就买了十只然后十只慢慢挑这样子嗯但这个的话你看呃反正就整根我觉得呃挺挺漂亮的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极细的是不是真的那么细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试一下这样子呃总长度来讲他是捏过以来就是说最算是比较细的这根真的是比较细就捏过这么多根笔其实也你看其实他是挺出彩的因为现在屏幕看跟我现在屏幕上面看这根笔跟我实际我肉眼看的笔的那一个什么就是说尺寸真的不太一样真的真的真的色差真的有点大这样子因为这个有时候颜色真的很难就这是一直很多就电子商品 也没法解决一个问题嘛然后你看就十三呃比较短而且也比较细他真的是比较细的一根笔呃呃呃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呃呃其他的我不知道是他保存的比较好怎么样但这个蓝色我真的不确定是库存的痕迹就变成那么暗雅还是说本来还是说他本来一出就这么暗雅我不太确定然后拿起来啊还行吧反正就嗯但这个尖其实呃这么捏还是有点小弹性呃其他的这里 比比盖什么里面也没什么好看的这里嗯但是捏起来就反正就是说呃我不太确定是不是那个呃塞呃塞陆落干干比但是还是挺经典的而且上面这个还是呃我觉得挺有心思的就是说比起呃就老笔反正做这个做的还还是有点心思但是现在新的很多的都是直接平化过因为这样子一个视觉更有一个视觉享受就是他视觉的视觉上他更好看更有美感呃我觉得都行但是呃 呃只要不是nami那种就好了反正这这种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有点小摩擦对吧但是其实没有那个现代比那么美美观其实这个部分但是有点细节我觉得只能这么说呃然后打开一下呃老笔嘛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这种嘎嘎嘎嘎嘎的那种声音对这种呃但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呃反正一样那个我们可以先试一下笔这样子呃反正就看一下能不能刀套哎开一开但是套不紧这样子 呃反正这根笔真的挺不错的我现在试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细这样子如果是真的那么细还是还是那还是挺惊讶的一根笔好那个好吸的墨了这样子啊然后要那一个好那个上了一下墨呃对我上墨比较随意这个我不太我们真的没有那种强破症有强破症真的挺累的然后整根笔我先拿一下呃会这样呃对也是刚刚好反正现在笔呃 呃如果就是说是很多自己设计的笔有时候就是说当然不是量产量产那些肯定都是可以这样挨住的但是有些没有经验的就没有就不太肯定是说呃怎么讲就迷你那种笔的话就就不就会说呃我笔尾部分部分没办法就是说卡在我呃虎口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虎口这一块上面吧就成这么讲但是呃这个笔真的很细我这么捏的时候真的是很细 而且我觉得我整个手指很紧凑这样子我手是比较小的有讲过呃但是我觉得还ok细的笔好像更适合写字我会这么觉得然后这个是桂冠对吧好像是桂冠然后我这样写吧哇这鞋感很棒呃879boy好像这样子呃鞋感很棒呃但是说呃太细呃细很细但是真的真的挺细但是 细的它我试一下对呃呃阻尼感什么都来得刚刚好呃然后我不敢太用力然后我试一下用点力对呃当然控制性没有那它的弹性还是一般般但是有一种硬弹的感觉还是挺好的笔尖上面用呃怎么说做的还是挺有心思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它真的挺细的就细起来就是说还没有刮质感不是特别强但是 呃记得刮质感跟阻尼感不一样然后你看就但是它的笔尖基本上也是一样就是说呃跟 无印F间就是欧标F间差不多呃路标的那路标F间肯定比较细这样子呃但其他的没有说什么嗯怎么讲呃呃非常粗重的地方但笔尖上面要书写一定没有问题这点是肯定的呃然后就我买这个没有翻车嘛反正就这么讲你看笔尖差不多呃基本上没什么大差别我就随便拿一张 是反正就说除非你们说要用很贵的笔记本但我觉得没有必要了你现在不是经常写字你还买一本笔记本干嘛重点是在笔上面不是不是在本子上面呃但整根笔其实写起来还是挺ok的呃书写感受非常的愉悦呃不差反正真的配得上它极细的一个财务用的确是因为 够细呃怎么讲呢就是说财务用的笔通常不适合说用特别粗的笔的确因为它的数字比较多吗所以写字通常会比较密集那再配上这么细的字再配一下配置这么细的笔它跟签名不一样签名要大气所以说东西要大所以说 所以它的格局一样很大整个感觉所以说配根粗的笔那效果就会好就实体上面因为照片上面其实看不出一个字大小的对吧所以就啊反正这根笔呃真的挺不错谢谢那个观众推荐呃很我我挺满意的那个视频那个今天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或者有什么笔推荐的呃也是下面留言给我呃那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